今天第八次上課 上個禮拜的難度又相對比較高 因為等於是把所有的 包含折線圖、圓形圖 還有就是直條圖 如何用錄製聚集的方式來做繪製 這個等於是又需要把錄製聚集加上VBA的修改 細節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最後做出來 基本上我們希望看到的結果類似像這樣 就是一個下載資料 按下這個按鈕的話 資料重新下載 然後把年區入街道分別插入 然後產生裡面的公式 這第一個按鈕 第二個是歷年借到折線圖、各區比例圖 還有入街道前10名的直條圖 最後把這個多餘的工作表把它刪除 等於是說我多增加了一個折線圖 它幫我繪製 繪製完之後 再來就比例圖 第二個圖 第三個圖的話就是直條圖 繪製完之後我希望把前面這三個工作表刪除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用刪除資料以外的工作表 這個我基本上寫一個回圈 然後回圈的話 基本上建議 我建議是顛倒的來刪 從後面刪到前面 然後第四個到第一個 那Step-1 當然第幾個 可能四 也許如果你數量不見得是四的話 這邊其實我建議你可以改成另外一個方法 叫做序詞 序詞指的是那個什麼 S-H-E-T 序詞 指的是工作表物件 後面加一個點抗 點抗的話 就是算一下 目前工作表的數量 這個其實蠻好用的 蠻常用到的 序詞點抗的敘述 指的就是說目前我在這個工作部裡面 有幾個工作表 序詞就是所有工作表的集合 點抗的話就是裡面有幾個 那這樣的話 如果只有兩個 它就是二 二到一 所以就跑兩次 那如果三個 序詞點抗就變三 那就三二一 總共的話就跑三次 這樣比較合理 如果我們之前寫的 如果假設固定寫成四的話 那如果我有五個工作表怎麼辦 那最後一個就三 如果未來這個工作表的數量 不是一個確定的數量的時候 那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sheet.com 這個敘述方法 順便補充一下 那底下的話其實只有一個迴圈 配合一個邏輯判斷 這個邏輯判斷的話就是 當什麼情況下 要做刪除工作表的動作 就是當這個工作表的名稱 它不是等於不等於 小於大於就不等於 不等於資料的情況下 所以如果是資料就不刪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敘述是說 全部刪掉 只留下資料的意思 所以不等於資料 它的名稱不是資料 那就幫我刪掉 刪除的話是點delete 哪一個什麼便利 就是那個sheet.com 刪除I 第幾個 如果找到那個 它的名稱不是資料 那就刪掉 所以這個程式寫出來 結果就是除了資料以外的工作表 通通刪掉 所以其實還蠻多地方可以用的 你們如果假設 可能你將來產生一大堆的工作表 那如果你要一個個慢慢刪 那很浪費時間 所以你倒不如寫一個像這樣的程式 它是除了你要留的那一個 以外全部塞光光 所以這個其實可以當範本 你可以拿來套用在別的案例上面 OK 那這個我想上個禮拜複雜度 其實有點比較難一點點 那細節我建議各位回去可以再多練習 因為雖然畫了折線圖 圓形圖跟資料圖 但是其實很多地方都會用到 但是上個禮拜其實是分別 比如說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然後放個圖 那後面其實我們也會在看 應該也會練習到就是 一個工作表可能不只放個圖 或者不只放個表 你可以放好幾個 有沒有 目前有一個啦 一個已經蠻複雜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放多個個位 可以 然後有點像是那個 就是那個dashboard的概念 有點像儀表板 那這一題我們先到這邊好了 不然後面其實就蠻複雜的 那今天的話接下來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題好了 我們先來看第四單元好了 第四單元裡面的這個範例 叫做康里夫 樂後才的中獎機率統計 OK 那這一題其實主要的訴求是這樣 因為我有101年跟102年的那個 中獎的資料 那我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到底101年跟102年 兩年的機率 兩年加起來的機率 哪一個排名是最高的 OK 算機率喔 那當然你說老師 那為什麼只有兩年 沒有啦 我們練習嘛 那如果你假設說 老師那我想要全部的 那全部就麻煩一點了 為什麼 因為全部的話 你必須要全部撈下來 那全部撈下來有多少 其實我們在雲端上面 有一個更進階的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 可以在雲端白板的第四單元 可以看一下 第四單元裡面呢 其實有一個後面的 就是大樂透 因為樂透產後面改成大樂透 那大樂透的歷史資料這邊也有 可是如果今天 這個難度會比較高 這個資料如果假設是在 這個網頁裡面 有沒有發現我Google查 這個是用Google查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那第一個排名好像就是這個樂透雲 那裡面的話呢 他就幫我把所有歷年來的那個 中獎紀錄都放在網頁上 可是問題來了 網頁跟Excel 網頁資料如何放到Excel OK 而且這個列息有點麻煩 他總共幾頁 第一頁、第二頁 總共70頁 那如果假設以前你們不懂的 用Excel的爬蟲的話 那你可能就需要怎麼樣 一個一個複製貼、複製貼 那當然也還OK 70頁 可是70頁已經算多了 更麻煩的是如果他會更新 那一更新怎麼辦 你又再來一次 Ctrl-C、Ctrl-B 那永無止盡 所以呢 Excel裡面也有提供一些 檢疫的爬蟲 OK 那當然如果你會爬蟲的話 以後往頁上的資料 你就可以很輕易把它抓下來 然後放到你想要放到Excel的位置 然後再做後續的統計分析 所以如果我們希望 後面 當然因為這個大樂部的資料太多了 這恐怕有多少頁 這個70頁 所以從那個今天 今天是12號 所以今天應該會開獎 他有禮拜二、禮拜五開獎 所以禮拜二有開一次獎 然後呢 一直開開 開到70頁的話 應該就是 他總共20... 應該是從2004年 哇 這麼多喔 快2010年的資料 那如果我想知道 當然一樣 你如果後面覺得說 這個熱透彩資料太少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換這個 但這個的話 有很多難題要解決 包含就是第一個 如何把70頁的網頁資料 把它變成Excel裡面的資料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下載完資料 那我如何做總計分析 不過你會遇到 面臨下載之後的問題 就是 它儲存格裡面居然用豆點分格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剖開 然後 後面還有一些 反正這個後面我們再來看 這個比較稍微複雜一點點 那我們就先看那個 稍微簡單一點點 就計算這個 101年102年的機率好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要算那個 101年 它1號開出來的機率的話 當然在算機率之前 我們先算 它出現幾次的 OK 次數好了 我們先不要講機率 我們先次數 你可以看到這個規則 101年的資料在這裡 主要的欄位應該是D欄到J欄 其他資料其實不太重要 最重要應該是D到J 它的規則很簡單 就是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其實應該講就是七個號碼 OK 所以如果我想知道七個號碼 所以它一期 那這個是101年的99期 101年的98期 這是每一期 那開獎時間 對獎截止這個不重要 這個其實大家知道一下 那銷售多少不重要 中獎機率不重要 最重要是中間這個七個號碼 好 那我們如果說 想要算一下第一個問題 到底一號 在101年到底出現幾次的話 幾次喔 你說一號 你當然不會傻傻的 一個慢慢算 一次 兩次 可以嗎 三次 四次 OK 五次 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第一個 非常沒效率 第二個的話 一定會算錯 因為你一定會漏掉 眼睛看都看得很眼花了 所以 如果將來你有這樣的需求的話 特別注意 你一定要會有一個函數 叫做 count 這一幅 OK count 這一幅就是 要幫你去算 哪一個資料 在哪一個範圍之內 出現的次數喔 OK 重點是次數 因為 count 是算次數喔 所以呢 我們如果要操作 幾率之前先算次數嘛 所以操入函數 你可以在函數列表裡面找到統計類 因為 count if 是屬於統計的 然後呢 c開頭的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 count 有沒有 count 是算儲存殼裡面的 什麼 這邊有關鍵字 數字喔 然後 count a 的話呢 就沒有數字 反正非空白就對了 就是裡面如果有資料 只要有資料 就算一次一次 OK 所以這個 count跟 count a 最大差別 是數字跟不管是不是數字 反正有資料沒資料 那 count blank是 幫我找一下 它裡面完全空的 空白資料 再來的話 count if 那 count if s 的話 就是跟 count if 最大的差別是 if 是一個條件 如果你有一個以上的條件 那 count if s OK 底下還沒有 底下還沒有 底下沒有 count的相關函數 大概這幾個 我建議這幾個都蠻重要的 而且還蠻常用到的 如果你不會用這幾個函數喔 這樣你要算那個數量 一定會非常頭痛 那首先當然我們看到 count if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按確定之後 它會跟你要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 range Range顧名思義 哪個範圍 什麼範圍 101年的中獎號碼 在哪個範圍 第二個條件是 criteria 你要找什麼 找一號 所以這個當然蠻簡單 點這邊一號就好 Range的話是找前面那個範圍 不過範圍部分我建議 如果是跨工作表 另外一個範圍 我不太建議你直接點選 因為你如果這樣點 第一個你要點101年這邊工作表 第二個你還要再去選什麼 選這個範圍 第二 往下拉 一般習慣是拉到右邊到追 然後再配合Ctrl 數的向下 這樣選 有沒有就會是前單引號 然後有沒有 101年 不過你會發現 因為它開頭是數字 所以它會幫你加單引號 你會發現其他不會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名稱 如果是數字 它會特別用單引號夾起來 後面的話一定加一個驚嘆號 然後才是那個範圍 你可以發現 在這個範圍之內 它找完了 它幫你算完得到1號是17次 所以1號幫你找 找完之後發現有17個1 OK 當然你按確定應該就得到結果了 不過如果你要向下填滿的話 當然記得範圍一定要鎖起來 不過我跟各位講 如果像我的習慣 以這個範圍來看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第一名稱 再按F3 不然跨工作表真的很麻煩 第一個 工事很長 第二個的話 你還要記得要鎖起來 不然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如果你假設D2的2沒鎖 J100的100沒鎖 那等一下結果一定出錯 所以我建議 以這個range 可以先做第一件事情 先切到101這個地方 然後把D2一直選到J2 然後Ctrl去不向下 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還記得吧 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之後 給它一個名稱 那名稱的話 你可以在左上角這邊有個叫名稱 翻塊 給它一個名稱 比如說這個名稱叫什麼 那名稱特別之餘 在Excel 我覺得有一個地方滿重要的 就是你那個名稱開頭 絕對不能是數字 不能是數字喔 意思是說你不能用什麼101 這樣不行 你前面一定要有英文或中文 所以我前面乾脆打兩個 叫開獎 不要叫開獎101 也就是說你那個名稱 不要只是用數字開頭就可以了 開獎101 然後把它按個Enter 記得喔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名稱輸入之後 一定要記得按個Enter 因為之前有同學輸入完 就忘了按Enter 如果沒有Enter的話 這個名稱不會建立 你忘了按Enter Enter之後的話 這個名稱將來就代表這個範圍 那同樣的道理喔 102你也順便做一下 D2拉到J2 Ctrl-Shield向下 然後給一個名稱 什麼名稱 因為我剛好有複製 我把它改成叫開獎102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有兩個名稱 兩個名稱範圍 一個叫開獎101 一個叫開獎102 那分別指的是這些號碼就對了 好 那我們如果有這個名稱的話 假設呢 我在利用CountIf來算的時候 特別是有Range的部分 你就不用再去點過去 然後再去選 然後再加潛伏 不用 只要一個動作 叫做F3 游標放那個Range上面 然後F3 這個時候的話你會發現 你剛剛建立的那個名稱 它就會有個列表 就出來 這個方法我覺得還蠻OK的 而且還蠻重要的 我覺得 假如你希望你的 將來的那個資料範圍 是有一個定義名稱 而且將來很方便存取的話 我建議 真的又可以善用定義名稱 這個定義名稱 有點像是資料表 裡面那個關聯式資料庫的概念 就把我這個關聯到那邊去就好 OK給它一個名稱 這樣我覺得會比較好存取資料 按確定就可以了 另外的話還有個好處 就是這個範圍的公式名稱 也會比較精簡 像剛剛如果我們切到前面工作表 然後再去選 你會發現 哇 那個名稱非常穩長 而且還要加錢的符號 如果沒加錢的話又出錯 有沒有 因為你要向下填滿 如果你沒有加錢的符號 那會錯 但是跟各位講 定義名稱不用 而且定義名稱 將來如果配合VBA 也非常方便 因為你工資變短了 你也不用加有的沒的東西 OK 其實好處我覺得還蠻多的 所以如果比起來的話 這個是蠻推薦各位可以記一下 定義名稱的部分 OK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它找到就是17個 當你向下填滿的話 它也會幫你把底下1到42號 所有出現那個在101年的次數 全部通通幫你算完 而且喔 算完之後這個的結果 其實倒也是還蠻讓人要放心的 比你用人工的方式來算 絕對是應該是不會出錯 要不然就是錯 要不然就是這個 我想應該算錯的機率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好可是問題喔 我們不是要一個數量 有沒有1號出現17次 看起來好像最多好像20幾次吧 而且還蠻平均的 OK 那如果說我要算機率的話呢 接下來你必須要除以什麼 除以它101年的總total的那個 有沒有就是101年到底總共有幾個號碼 總total比如說101年的話 它一期是7個號碼 有一期7個號碼 然後總共幾期 997 所以其實總total數量應該是99 乘上7啦 99乘上7吧 等於700-7吧 693 那這樣問題啊 你說 總不可能說每一次我們公式 都是直接除以693吧 有沒有 除以693 當然啦 這個結果也會是對的啦 可是問題這樣好像有點不太聰明耶 就是為什麼還要自己用算的 其實比較聰明的做法是這樣 你可以善用另外的函數 哪個函數呢 就是剛剛有講過的叫插入函數 統計類函數裡面有一個叫count count這個函數喔 有沒有底下有個說明 計算範圍中包含數字的除成格數目 所以我只要按確定之後喔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那在這裡面一樣按下F3 F3按下去 直接告訴他說 欸你幫我算一下喔 那個開講101這個範圍裡面 有多少個數字 他的結果是會是多少 按確定 693 有沒有 那如果當然啦 你今天如果改成什麼 改成開講102的話 因為102好像那個 他的期數不一樣 不是997 所以如果開講102的話 得到是728 OK 這樣就不用自己算了 而且喔 反正那個範圍有幾個數字 他回傳就是多少數字 所以這個是變動的喔 你不能說 以後寫成固定的 那就不對了喔 OK 所以 這個是在第四單元的那個 所以等一下看一下 第四單元最後一集啦 樂透彩中獎機率統計 所以這裡的話 他機率就是喔 再把它除以多少 除以 除以 所以喔 cont 括弧 開講101 最簡單的方法是 直接拿前面這個來複製喔 開講 conif 然後括弧 開講101 然後把它複製貼到 除號後面 就是他的次數 除以全部的號碼數量 要把一幅拿掉 因為cont 不需要兩個參數一個就好 所以後括弧一下 好 這樣的話就是 他17 出現17次 除以呢 全部有693 693個號碼 所以得到的話呢 就是0.02453102 一堆啦 OK小色 但實際上 最後的這個結果呢 當然我們會下下填滿 不過理論上這樣的一個數字喔 對於一般人來閱讀 其實是有點吃力的耶 哇 光看到這些小數點頭都暈了 所以通常要不就是怎麼樣 把小數點減少 取到也許小數點大概到第四位就已經差不多了 OK 或者另外一個方式啦 乾脆你給他百分比符號算了 有沒有 是百分比 百分比就是再增加兩位數 就是 百分比 然後再增加兩位 就是小數點第二位 這樣看起來蠻清楚的 就是他機率喔 大概是 2.45%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呢 看起來應該會比剛剛的小數點位數 來得更清楚 OK 不過啦 你說老師這樣還是不夠清楚耶 我想要知道 大概一般習慣就是說 假設開一萬次 到底他出現的次數是幾次的話 那我如果想要改成類似這樣的敘述 不是用百分比喔 我希望用分母 分母是一萬 然後出現的次數呢 就把它加在前面的話 有點類似像這樣 你們可以看一下雲端百百 雲端百百上面第四個單元 OK 然後呢 如果我希望看到的結果 類似 長得像那個雲端百百上面的 這個有沒有 一萬次出現245次 一萬次出現188次 也就是說呢 把一萬當分母 然後呢 把它出現次數當分子 這樣來看 有時候我會覺得 這樣好像閱讀性 比那個百分比更高的話 假設 要怎麼樣把它變成 一萬當分母 然後 它出現次數當分子 分母分子 這個格式 你們試試看好了 你就想 老師那格式 我知道按右鍵 除了格式 然後裡面應該有個分數 有沒有一個格式 叫百分比 底下有個分數 分數的話呢 它最多就是 以一百為分母 可是沒有一萬為分母 怎麼辦 想辦法 想辦法 OK 很多啦 其實在以次數裡面 很多狀況是 它有一個你需要的類似格式 可是剛好就差一點點 那差一點點怎麼辦 有沒有辦法修改 所以待會我們來看 如果假設我希望把2.45% 改成類似像 我們在雲端上面看到的 類似像這樣 一萬當分母 前面的次數當分子 這這樣的格式 要怎麼做 OK 試試看 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它只有一百 沒有一萬 有沒有自己加兩個人就好了 可以啦 其實待會跟各位講 有些格式不存在 是真的可以自己改變的 試一下 先開啟這個 第四個單元的最後一個範例 試試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 如何做格式化 並且把其他的這些資料都算出來